同樣被視為疑似特首候選人 教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出席教育工作者聯會論壇 不過就繼續被記者追問 參選下屆行政長官的意向 對於前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文 早前與港澳辦主任王光雅會面之後 指他民望下跌 難同兩名疑似特首候選人 唐英年與梁振英競爭 認為他應該有自知之明 范太認同吳康文的說法 並表示月底前 會決定是否參選下屆特首 至於被問到一旦當選 會否就23條立法 范太說落實基本法 是特首的職責 特首有責任 視乎當時社會環境 是否恰當時機推出23條立法 亦都不應該逃避這個問題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麗兒報道